以哈战争现在传出双方希望能够再透过中间人来进行停火协议 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当然希望能够换回更多的人质 不过传出现在双方谈判并不顺利 然而我们之前在这场战争当中看到 加萨走廊的医院竟然是个军事基地 而且现在传出说现在里头的医生竟然也不是单纯的医生吗 小伟哥 没错 当然在加萨走廊的这个医院 你说他的医院跟哈马斯的这个军事基地共够 我们讲讲是共够 这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加萨北部阿德万医院的院长 他叫卡洛特 他说哈马斯在我的医院里面根本就设有办公室 而且他说整个医院其实就是恐怖活动基地 他说而且甚至之前 以色列被俘的国防军的军囊也带到这个医院 然后把他监进来 而且医院里面上上下下其中有16个工作人员 包含有医生 有护士还有护理人员 都是哈马斯成员 而且隶属于卡萨母旅 他说其实就是说你看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哈马斯 他们发展的还真的是 以这种正规军的这样一个规模在发展 其实当然你不要把他们看成是一个 这个哈马斯的成员 你把它看成一个是哈马斯的军医院不就得了 有道理 有道理 其实你看像哈马斯的作战人员 如果受伤他也需要有地方来医治 所以他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 类似像军医院跟民间医院混合体 而且我们讲到 由于他本身在加萨地区的地道 很多就直接跟军医院 就跟医院连接的 还有学校连接的 甚至于幼稚园连接的 为什么 其实以哈马斯来说 他们对抗以色列 其实是在打一场这种叫不对称作战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很强 然后有各种的武器征收设备 哈马斯相对来说 他的这个作战能力 跟他的这个作战方式比较原始 所以他就必须要引申在这种 包含像医院 这种各种从人道角度 或者从这个国际法来说 是不能随便打 不能随便炸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这个医院的院长就说 他自己本身 其实就是哈马斯的一个中校军官 然后而且他说用医院当掩护很安全 所以其实现在以色列 他现在对付哈马斯的这个部分来讲 他也用到更多的这种精准先进武器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讲到拜登 一直跟以色列说 你们在这整个清剿行动中 滥杀无辜的情况太严重了 附带损害太严重了 好 所以现在以色列 他现在使用他们的一种叫长丁萤火虫 这个自杀微型战术无人机 这个长丁萤火虫 其实你看 他本身就是一个支架在底下以后 然后接下来他起背以后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是两片旋翼 他这个两片旋翼用对转的方式 你知道吗 那个反向旋转 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有一个尾旋翼 去固定他的位置了 所以他这个尾旋翼 你看他上下一旋转之后 他就可以升空了 升空以后 他当然他的这个侦测 或说他的运动范围 并不是非常长非常远 大概差不多了不起 开阔地大概一公里左右 然后这个住宅区 大概差不多五百公尺 但是只要他飞上去 然后我刚刚讲 透过他的感射头 找到了敌人的踪击 而且透过AI辨证以后 对不对 好 如果确定的是这个敌人的话 这个长丁无人机就冲下去 你看像他这个看到有一个 在狙击以色列的这样一个 碉楼对不对 碉堡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锁定他以后 然后这个长丁无人机 就慢慢慢慢飞过去 而且你看就直接朝着这个窗口 冲下去 而且就引爆了 所以他里面本身还带有炸药 可以轻易地摧毁 这样一个武装设施 所以当然我们刚刚你开始 那个主持人也讲到 说现在还是这个哈马斯 是不是又希望能够跟以色列 来这个进行这个谈判 停火 或甚至于休战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以前那个哈马斯 他这个领袖 派了一个高层级的代表团 到伊朗 到那个埃及 为什么 埃及第三者 而且现在来说 埃及跟以色列还算说得上话 所以在这时候 他希望能够透过埃及的这个情报首长 然后来要请他传话给以色列 然后进行一个新一波的 这样一个停火会谈 但是其实以色列这个总统 他说 如果你要那个希望的话 你要停火一周的话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 至少是需要把那个当初被 掳去的至少有40名的人之中 包含有妇女 长者 还有急需照顾的人 然后把他送回来 但是你看 现在哈马斯也很强硬 他说他拒绝 这个休战协议 他说而且 你要现在停火的话 对不对 你以色列先停火 你以色列停火 对不对 我哈马斯我才跟着停火 然后来跟你谈 这个交换人质的问题 那所以现在双方 对于如何停火 这个细节 也就像还瞧不拢 所以双方之间 可能就停火的方面来说 大概还不会那么快 但是很显然 哈马斯还是有跟以色列 拼到这个玉石剧粉 或者玉石网破的 这样一个心理准备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他们现在 马上又公布了一支影片 他公布了这个影片 他说地下狙击手工厂 你说他这个狙击手工厂 你看他利用这样一个 那个洗床 车床等等 然后来制造好这个枪械 其实这样以哈马斯来说 他的这个地下工厂 他还真的有这种 包含这种枪械加工的 这样一个能力 这样你看他的这个生产能量 不仅仅他能够生产狙击枪 还能够制制弹药 这个制制弹药 刚刚我们还看到 有那个工人 在蹭这个弹药 这个火药量 把它塞到这个弹壳里面 然后再把它压实 然后再把弹头刷上去 所以其实你看 他这个地下狙击手工厂 他其实这个工厂来讲 从这个整个 这个生产的流程 都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哈马斯 是有这种清兵器 生产能力的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到底现在哈马斯 公布这段影片的目的是什么 是因为我现在底气很足 还是说我是在 暗夜吹哨壮胆 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现在 把整个区域给放大来看 现在局势最紧张在哪里 就是在红海的海域 好 现在夜门叛军就放话了 现在不管你是美军 或者是海上联盟的船舰 我都要让你在这边 葬身在红海的海域 不过美军不是被你吓到了 笑语哥 美军有准备哪些杀戚 准备要来对付他们吗 好 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胡塞 这个青年运动 这些觉醒青年们 实在是越来越夸张 因为干嘛 他们现在一定是来自于 得到了伊朗的方面 这个大力支持 为什么 因为伊朗其实这次说 你这个哈马斯 在对以色列动物之间 你都没跟我商量一下 你根本不尊重我这个老大哥 所以我就自己不下来了 但是他透过他所支持的 这个胡塞青年运动 然后来对红海的船只 进行一个我们这个叫 称为叫通商破坏战 也就是它破坏在红海的 这样一个航运 然后让这个整个海面 变得非常的危险 所以你看像这样的 哈马斯这几个人 你看他穿着潜水装 然后底下前面戴着圆圆 这个东西什么 这个东西很讨厌 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 我发现它居然是一个水雷 而且它这个水雷你看 它把它载出去以后对不对 它随便找地方丢 这个时候红海就很麻烦 红海就变成一个海上的雷区 这个海上雷区 商船都不敢过 因为为什么你商船一过去 如果触碰到它这个水雷的话 这个水雷爆炸 因为红海不是一个很深的海 其实很适合放这种水雷 来进行作战 像对于西方国家来讲 我要来在这个地方 进行扫雷跟裂雷 其实也很非常麻烦 因为如果说今天 胡塞青年丢的水雷 是随便乱丢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这个大海捞针 你是大海捞雷 对不对 非常麻烦 当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今天 它在红海这样乱放水雷的话 会让经过红海船只 第一 望而却步 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国际的船只 商船都改航到了 第二 会让 如果要通过红海的这些船舰的话 它的保险费会大幅增加 其实很恐怖的一件事 当然其实从美军来讲 美军其实这艘驱逐舰 它说一艘神盾舰 它上个礼拜 在这个红海连续接战了 14个目标 而且就是等于说 击落14个无人机 为什么其实美军的这个军舰 会那么厉害 可以打那么多下来 第一 也就是说 原先美军的这个军舰上面 都装了这个神盾雷达 这个神盾雷达 它其实在过去 原本冷战时期研发的时候 就是为了要面临 面对苏联对美军舰队 发进行的这种 叫做饱和空中攻击 什么叫饱和空中攻击 就是说如果假设说 我今天我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你能对我攻击的时候 你知道我这个船 可以同时应对10个目标的话 我就打11个飞弹 但是我如果有两艘船 多艘的神盾舰在这边 我就可以增加 我这个应对的这样的数量 所以这是美军 它当时在研发这个的目的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它在这个红海 碰到今天这个湖赛组织 对它用无人机 风群战术的时候 就还能够顺利的 能够把这些风群通通击落 它有包含运用像 它的舰上的防空飞弹 而且其实如果说今天 你这个湖赛青年的 这个无人机本身 它不是非常高价值的 这种无人机的话 你其实用飞弹是很贵的 像比如说 以它的标2的飞弹来讲 一颗的好几十万 好几百万美元 这时候它可以运用 舰上的方正快炮 因为方正快炮 它本身是一个 射程大概差不多 两公里左右的 这样一个快炮 而且它一次 每分钟 它可以发射 4500枚 20公里 也就两公分直径的炮弹 射出去之后 组成一个弹海 你这个时候 你无人机进到我这个弹海 那个根本就是 来四头罗网 就你看像这样 它发射速度非常快 射速很快 对 每个小时可以有4500发 这是非常可怕 你看射出去之后 一门方正快炮 就可以形成一个弹幕 所以就变成说 你那个无人机送出来的话 根本就自送死路 那当然其实像 你这个美军军舰上来说 还有新的这个海麻雀飞弹 海麻雀飞弹本身 它是用来做进程防护的 进程的点防空 但是它的效能也不错 大概差不多可以打到 30公里左右 最新的ESSM ESSM这个飞弹 甚至于打到40公里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有这种无人机 飞过的话 都可以打到它 但是我们刚刚讲 大炮打小鸟 你如果拿这些标2 或者海麻雀 或者甚至标6 来打这个无人机 真的太浪费 太贵了 对 美国现在也开始研发一个 叫列奥尼运的雷达 它这个东西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微波武器 也就是说 它这种微波武器 它透过包含 它所产生的这样的微波 一个类似像电波能的 这样的东西 射出去以后 然后如果说今天 笼罩到你这架无人机的话 它可以把你无人机 跟外面通讯的 这个无线电序号 把它切断或是遮盖 那这个时候无人机 如果一旦它在飞的过程中 发现它没有办法 继续跟它的原先的控制者 进行持续的连接的话 那这时候 它本身就会进入一个 自毁状态 或是降落这样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样的话 不要钱 对不对